指揮官陈时中日前预告 在10号之后疫情会趋缓 今天又说下周疫情趋缓是可以预期的 外传在月底指挥中心就要收掉 但今天的死亡人数有159位创新高 陈时中说做好现在的工作 等到疫情处理顺利再来考虑其他的 对此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直接点破 强调如果真的没有要选 就应该直接说清楚 而不是玩这种政治语言 民进党没有人不敢不等你 抛文梗图即刻上线 一个侯友宜让一度乱了阵脚的民进党侧翼 重整队伍万箭齐发 事实上在决刀都市民众的眼中就是一场戏 在立院大开记者会 律伟开酸侯友宜是侯岛 声称新北消防局的处理不当 是演了一出大戏 群健院发言人罗秉承 则在广播节目上以匪夷所思作为总结 民进党副秘处长林赫明 当然没放过机会 再轰是地方自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民进党小编甚至连新北消防门 完整时间轴都整理好了 更别提一挂绿 新北市议员参选人蹭好蹭满 中央党内侧翼一条龙见猴欣喜 如果一到新北市消防局119的 今天的这个提告 我觉得新北市是站得住脚的 所以我觉得消防局 他的立场是可以稳定 这时候如果民进党 新北市议会的党团 还要在里头见缝插针 无限上纲 恐怕他会在前面 侯友以进退失据的这个质疑上 他会在这次失分 他只专注这个议题 因为另外那个议题 他没有办法辩护啊 对不对 不过这个议题最终还是要追究 中央跟地方都有责任 因为派新冠急诊的救护车 要中央1922同意 所以这个处理过程 不是只有新北市消防局 所以他们应该要了解整个过程 恐怕这个就是 你先有体制有问题 新北市府自然得备受检验 但相比如今 绿营从上至下请朝而出 端午廉假期间 网军却鸦雀无声 因为可别忘了 24小时火化争议 和总统蔡英文把儿童染疫 也算尽疫苗覆盖率 冷血态度让侧义连风向 也带不下去 民进党不管是立院党团 或是议员 或是议员参选人 每一个都针对 NN霸这个事情 发动攻击 还有所谓的 无法证实的 随便乱讲的 就是希望要转移大家 对于他们防疫不疫的焦点 那这些问题好像已经消失了 没有讨论了 因为只要不断的炒作 NN霸事件 民进党再怎么乱做 那就会被他 那个注意力都会分散 现在很明显的 有人故意再把它操作成一个政治事件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去盖过 包括我们一直以来 儿童疫苗准备的不足 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24小时火化 都可以今天这样明天是那样 到现在没有真正公告 一个确定的日期 就把所有事情转移焦点 台湾如果每一次都让民进党 用这样的政治操作得逞的话 我觉得台湾的民众 都要仔细想想允许 是不是你自己造成了 整个台湾民主的倒退 打猴旧菜也就终 疫情成了政治追杀利器 但蝗虫过境后 收割完声量红利 却早已模糊焦点 在台北综合报道 疫情的部分 有渴望在7月初结束开股门吗 来 庄仁祥 把话题丢给庄仁祥 陈世忠之前抛出 6月10号疫情 渴望出现反转 明显事实不如他的预期 甚至8号公布的染疫死亡 159人再度创下新高 下礼拜有可能会降温吗 下礼拜往下退 大概是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陈世忠在开出预期支票 疫情会趋缓 确诊数会走下坡 甚至传闻陈世忠在6月底 要把指挥中心收掉 专心参选去 没有呢 我们现在是重心在防疫 我们应该要专心把这些 相关的变化 能够处理到顺利来 才有做其他考虑的可能性 指示者处理到顺利是什么意思 让他说过好几次 提名不要等我的答案 开始模糊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把握 就推个卫福部长上去 每天报名牌 要快发现 他报名牌好像每天在喊嘉宁 生事还不错 后来就上瘾了 每天报名牌都报了两年 到现在才知道 天哪 这报不下去了 超前部署也不必要 适当部署就好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点破其中含义 阿中的抽象政治话语 意思就是迷进党 怎么敢不等你 要他学学罗志强的成全 我觉得陈时中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只是防疫工作 你也可以说 台湾人的性命 也掌握在他的手中 那最近他确实 我觉得让大家感觉到 他好像有点分心 所以一直纠结在要不要选台北市长的这件事情上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我们防疫工作 我觉得挣钱换将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陈时中的葫芦到底装了什么药 会不会把指挥中心收掉 到底要不要选 阿中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他近期频繁的惊人语录 都让外界解读 一切都是为选举铺路 在台北中的报道 国民党高雄市长提名人选现在难产 秘书长黄建廷在7号的时候 南下高雄市党部 对可能的人选进行了假投票 包含了像是柯志恩 张亚中 陈玉珍 还有杨志良 黄建廷说他会尽量的让人选赶快出来 张亚中跟陈玉珍表示 不会强真 但只要党有需要的话 他们绝不确斩 国民党到底该派谁出来选高雄 智库执行长柯志恩 斯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立委陈玉珍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都出现在高雄党籍议员假投票的名单上面 要来找我早就来找我了嘛 那不来找我 很简单一个解释 我再讲大白话 心中还想可能有更好的人选吗 张亚中透露 事先不知道有假投票 高雄布局 党中央也从来没有找他谈过 部分可能人选早就已经准备好战袍 就等党中央一声下令 国民党被点名可能出战人选 先喊话愿意当后辈投手 如果有优秀的人才愿意出征 那非常好 如果我是被选中的人 那么我也愿意做符合民意需求的事情 绝对不会确战 传出柯志恩因为争议最少 张亚中公认论述能力最强 这两个人在会中讨论度最高 显然是个人意愿 至于是空降还是在地人选 已经不是重点 党中央有认为适合的 甚至党中央只要认为他有人 那我张亚中都非常乐观其成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争 这是很难 但是即使再难 我们绝对要占到底 高雄市的选举 不是为了只是选一个 国民党的高雄市长而已 而国民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 他不管他将来选的怎么样 绝对会让高雄市民感到光荣 就是要有跟陈其迈一战的实力 创造话题的声量 拉抬莱茵议员的选情 只不过最终这结果 会不会再度上演桃园提名之乱 变成废票 黄建廷这么说 尽快来推出一个 最具有胜选机会的候选人出来 我们也不排除做参考式的民调 基本上是不会以初选为主 我们以协调为主 然后协调的过程会有一些依据 地方的意见领袖的依据很重要 这个参考式的民调也很重要 高雄一向被视为艰困选区 小鸡寻不到母鸡 甚至还有人期盼朱一伦能够御驾清真 等待党中央最终名单 能够创造高雄企迹 接着杨文中李嘉宇高雄报导 确诊遗体火化之乱 中央说是一场误会 这让死者家属情何以堪 高雄市在殡仪馆另外在辟了两个厅 来容纳确诊实则的遗体 但最多只可以兵两天 这已经比原来的24小时再多一天 确诊遗体24小时火化居然是乌龙一场 让全民炸锅 高雄确诊死亡天天双位数 从视力殡仪馆挪出两个厅 另辟确诊遗体冰柜区 这边的作业大概都是一到两个工作天 高雄确诊遗体最多可兵两个工作日 比24小时多一天 但先前被逼迫在24小时内火化的死者家属 实在越想越难过 确诊者火化完之后 现在中央那边才出来澄清说 他们没有要求24小时之内要火化 你们要求这样家属也造作了 然后造成这个遗憾谁能来弥补 人都火化完了中央才马后炮 说没要求24小时内 疫情至今两年多 家属的悲痛与怒气怎么人 每个人都会有遗憾 毕竟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那之前说火化掉的这些往生者 家属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情何以堪 不止火化时间超错乱 高雄还有富人控诉 丈夫染疫病逝医院 要找熟失殡葬业者遗灵 却被医院配合的业者阻挡 说签约包套才有优惠 如果只送遗体到殡仪馆 单趟得收5万块 当时人认为根本是敲主杠 5万块是太多了 算进去应该不至于到5万块 我觉得好像是在敲账 最后溢价2万解决 殡葬处因此明定确诊遗体收费价 10到火化入链5万块 单纯10到殡仪馆上线2万 确诊死者怎么安排 中央招令戏改说辞反复 死者家属一辈子的痛 却再也无法弥补 记者台内高雄综合报道 我们在周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组大概是8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2到3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比较迷你的水神 雾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 来买送水神一举两得